这部剧让神探夏洛克险些跌下神坛 因为他积极评分都在恐怖的9.3分以上 每一集都充斥着各种错终复杂的命案线索 人物关系 甚至是不到最后一秒 你就很难猜出凶手到底是谁的绝对悬念 都让他成为了俯国人民心中最喜欢的探案剧之一 他就是摩斯探长钱赚 一个全身骨折五脏破碎的流浪汉 蝉死于地下聚集地 他脖子上还插了一个破碎酒瓶 而现场却只有一张燃烧殆尽的20英镑作为线索 难道就是因为这笔钱才导致了这起命案吗 不好说 因为在那个年代啊 20英镑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且不说流浪汉是怎么得来的 就说这20英镑就足以让同伴反目成仇 说不好就是其他流浪汉所为 可真相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就在摩斯在案发现场的布板下 发现一脚白色塑料碎片的同时 一个神志不清的女流浪汉 却描述了卓尔的整个过程 他说有几个身形是人类的白色魔鬼 袭击了那个人 但具体是谁 他又说不出来 因为当时的他实在是太害怕 不过法医德布林的尸检报告 却证实了女流浪汉的描述千真万劝 从死者的受伤位置和力度上来判断 流浪汉的确是遭到了不止一个人的袭击 而这些人呢 也极其聪明 因为无论是从打人 还是到致命一击的破碎酒瓶 凶手都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 显然这是一起有玉毛的谋杀案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些人为何要杀死一个流浪汉呢 凶手又究竟是谁呢 谁也不知道 不过摩斯却在流浪汉的大衣兜里 发现了一顶 贝雷帽 拥有贝雷帽 说明流浪汉曾是一名军人 但他就在摩斯等人 等待流浪汉的真实身份时 牛津却又发生了两起案子 分别是人口失踪案 坠楼身亡案 失踪的是一名插画画家 据他女儿描述 画家是在昨晚工作完后 骑着摩托车离开了家 开始他以为父亲是去了春头的酒吧 可直到酒吧关门啊 父亲也再没回来过 难道又是一起命案要出现了吗 果然就让摩斯拿着插画家的照片 打算返回警局立案的途中 正好在路中央 看到了一滩类似机油的液体 草丛里还有一个破碎的摩托车大灯 不妙啊 难道是画家出了车祸 可画家的尸体又去了哪里呢 别急 咱们再去看看另一起命案 这一次死者是一名身穿警服的年轻人 可摩斯和星七十探长 却都没有见过这个人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此人百分百是坠楼身亡 再加上楼下还停着一辆 昨天被倒的车辆 难道是这位小警察 发现了偷盗者 然后一路追踪到这里 后又被反杀了吗 谁也不知道 不过摩斯却在车底发现了一本 从牛津图书馆借出的书 顺着这条线索 摩斯得到了借书人的名字 大卫奥斯丁 在牛津开了一家玩具店 然而就在摩斯打算把 大卫奥斯丁的死讯说出来时 玩具店的老板却笑了 他说大卫奥斯丁根本没死 因为他就是大卫奥斯丁 原来死的那个人 是大卫奥斯丁的哥哥 不是一个警察 而是一名演员 一名叫雷蒙德·斯旺 至于他为啥改名呢 这是他们公司已经有一个 叫雷蒙德·奥斯丁的人了 这是他们这行的规矩 不能有两个聪明的演员 那此前的猜测就被推翻了呀 他不是警察 那就更不可能是因为追小偷 而坠楼身亡了呀 难道那辆车是他偷的吗 然后又自杀了 也说不通 因为据他弟弟所说 他哥哥自己也有一辆车 而且比案发现场的那个更好 果然摩斯看到了那辆车 而车里还有几本书 同样是肯特·芬恩这个作家写的小说 哦对了 案发现场车底发现的那本书啊 也是肯特·芬恩写的 而借书的书卡呢 这是他弟弟的 所以摩斯才误以为 死者就是大卫奥斯丁 那么问题就又来了 如果现场的红车不是死者偷的 那就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那这个凶手他又究竟是谁呢 但有种种疑问 摩斯和星期斯坦长去往了小伙的电影公司 可无论是导演还是其他演员 都对小伙的私下生活毫不知情 得到的线索也是微乎其微 把这些人的口供连起来 大概意思就是前一天小伙只有两句台词 所以一上午他都比较闲 只是到了午饭时间啊 他才从房车里出来吃饭 也是在那个时候啊 几名演员才看到了他 而当时在餐车附近还发生了一些口角 原因是几个路过的流浪汉抢夺餐车的食物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不过不得不提一嘴的是 其中一个主演所抽的烟 正是摩斯在案发现场的楼上 发现的烟头 同属一个牌子 不过这些也只能作为参考 因为整个牛津城 很多人都在抽这个牌子的香烟 说明不了什么 然而就在摩斯等人对流浪汉还有演员的 这两起命案还一头雾水时 另一起命案就接踵而来了 两个钓鱼的人发现了一具尸体 对 你猜的没错 死者正是插画家 经过法医德布林的尸检 他们发现插画家很可能是出了车祸 因为尸体上有大面积的撕裂伤 以及瘦伤 听到这儿摩斯想起了自己看到的那滩机油 以及摩托车大灯 他坚信插画家的尸体一定是因为凶手造势逃逸 而选择了抛尸糊种 但令摩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在草丛里又发现了一脚白色塑料碎片 难道这起命案会和流浪汉的那起命案 有着什么关联吗 但种种疑问 摩斯先是告知了死者家属这一惨痛的消息后 又顺便了解了一下他父亲的工作内容 突然摩斯发现 这位插画家竟然是肯特·芬恩这名作家的御用插画师 而且在这众多书籍封面中 摩斯还看到了一幅让他毛骨悚然的大楼封面 这不正是摩斯探长前传第二季中出现的虐童案的聚集地吗 也就是布伦海姆谷 据说那下面还埋葬着不少儿童的尸体 随后摩斯又了解到 插画家有很多怪异行为 他不仅不想接任何人的电话 甚至在夜间害怕走路发出的声音 具体来说这样的行为已经持续有十年了 也就是在十年前 唱画家加入了一个叫落水管的诗人会所后 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说的提心吊胆也不为过 而更蹊跷的是 据他女儿所说 父亲创造封面的灵感来源 一般都是在现实中见过的事物 或者是书中有所描述的 但摩斯却在看完了整本书后 都没有在书中看到任何有关于布伦海姆谷的描述 再加上摩斯还在落水管这个诗人会所的会员名单上 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 什么乔兰德斯曼啊 什么助理警察局局长啊 都在这个名单之内 也就是虐童案的幕后黑手们 难道十年前 唱画家加入落水管会所后 看到了或是听到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事吗 才让他害怕 但又不敢说出来 所以才把某些线索画在了封面上了吗 听到这儿 星期一事案囊打断了摩斯 因为他不想就案重提 更何况 当时的那起虐童案啊 不仅让他身负重伤 摩斯也被某种神秘力量送进了监狱 上级领导更是直接封存此案50年 再没脑子 也能够想到 虐童案肯定是牵扯了很多重要人物啊 但摩斯却坚持要就案重查 因为在这本书里 出现的女模特的名字 竟然和上一集中 寻找失踪母亲而被害死的小伙优伴 还记不记得他母亲叫啥 对 布伦达路易斯正好就是这个模特的缩写 而布伦达路易斯又正好 就是虐童案的幕后黑手 乔·兰德斯曼的私人秘书 于是摩斯决定 略过星期师探长和总警师布莱恩 跟随书籍封面的线索 开始私自挖掘 藏在布伦海姆谷的儿童尸体 看到这我知道很多小伙伴 肯定有点懵了 那就去翻一翻我此前讲过的 摩斯探长前传第二季中的第四集 第九季中的第一集 看了这几集 你的观影体验会更佳 好了我们回到本集剧情中 摩斯看着流浪汉和插画家的命案现场时 发现的白色塑料碎片 突然他想到了这个东西 好像是个面具 而且他最近还见过 对正是那个玩具店 果然来到这里 老板想起了 的确有几个小子经常来他这购买服装 道具 而他之所以会记得如此清楚 那是因为最后一次 这帮小子来换衣服时 他们大吵了一架 衣服上全都是血迹 根本无法二次销售 而口袋里还装着一张 写着迷失军团的卡片 据说他们是学生 可到摩斯和星期三长找到这些学生后 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因为这些人不是皇亲国戚 就是内务大臣的孩子 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更是拒绝去往警局 就算去了 也要等律师来了 才肯开口 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 很快就在连哄待吓的招数下 像老鼠一样互相背叛和攻击 所谓的迷失军团的战友们了 口供连起来大概就是 他们为了寻求刺激随便找了个流浪汉 进行殴打和侮辱 然后又偷了一辆车狂飙 不巧却创上了一个黑人男子 戏耍完黑人男子后呢 也就是将他扔进了湖里 最后他们才把车也给扔了 等等 他们对杀人是一点都没提啊 对 他们只是殴打了流浪汉 破碎的酒瓶不是他们干的 插画家扔进湖里之前呢 还活着 而坠楼身亡的演员 他们也压根没见过 突然两条信息传了过来 摩斯也终于捋清了 这几桩命案的来龙去脉 第一条消息 是布伦海姆谷 真的挖出了尸体 只不过不是儿童 而是一具成年男人的尸体 看样子是跪着被处决的 因为后脑上有明显的弹痕 而这第二条消息 则是莱姆豪斯不枪团发来的 流浪汉的真实身份 然而 就在摩斯赶回警局的途中 却被两个假交警拦住了去路 不仅打了摩斯还威胁到 如果再挖下去 那就让摩斯吃不了兜子走 言为之意啊 就是比蹲监狱还要可怕 好了 我们该揭晓答案了 其实流浪汉和演员的死 根本不是那几个顽固子弟杀的 而是电影公司的另一个主演 还记不记得那个小演员 因为重名改了名字 对 和他重名的那个老头才是真凶 原来啊 流浪汉的真名叫雷蒙德塞勒斯 也就是雷蒙德奥斯丁的哥哥 而这一切也都要从那群流浪汉 去拍摄地点抢吃的开始说起 他哥哥就是从其中认出了他 开始他哥哥只是要了他100英镑 但有一个人看到了流浪汉 从房车里走了出来 而那个人就是小演员 所以他怕小演员 把自己哥哥是流浪汉的事 败露出去 也怕哥哥会无休止的管他要钱 便一路跟踪哥哥 去往了地下聚集地 还用破碎的酒瓶 杀死了奄奄一息的哥哥 随后他又一鼓作气 约出小演员 趁他不注意将其推下高楼 而那本书呢 也是那个时候被扔下去的 恰巧还被几个小子偷的车 正好在他之后 扔在了这片空地上 就此这桩怕丢了明星面子的 梁启明案 被摩斯探长成功破获了 但虐童案却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在布伦海姆谷 警方又挖出了一具女人的尸体 女人的死因竟然也是后脑中了一枪 而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从牙齿鉴定上来看 女人竟然就是书中所描述的女模特 乔兰德斯曼的诗人秘书 上一集中小伙寻找的母亲 海伦达路易斯 而那名男人的尸体就更加离谱了 他就是虐童案的始作俑者 所有人都以为他潜逃到西班牙的乔兰德斯曼 如果你喜欢江江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10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摩斯探长前传》第九季的下一集 敬请期待 请期待